要说娱乐圈哪个明星最全能 胖牛觉得除了刘德华其他人都要靠边 作为天王 华仔不仅仅在音乐有成就 在电影方面也曾获得过多个影帝奖项 在粉丝心目中 他就是全能天王 也是独一无二的偶像 仔细算算 刘德华已经红了将近四十多年了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 对于普通人气明星来说 可以红十年已经很难得了 偏偏刘德华如此特殊 这一切还是因为他本身的魅力 看着前段时间开的演唱会就知道了 人山人海我们就不多说了 毕竟华仔的演唱会一直都是爆满 最令人佩服的是 刘德华的演唱会视频 竟然罢评整个抖音 胖妞个人预算 就单单这些演唱会视频 我觉得播放量最少二十个亿 这就是天王刘德华 他出山 网红小鲜肉全部都要靠边站 值得一提的是 华仔这次演唱会 也引得很多圈中好友捧场 令华仔惊喜的是 好朋友梁永奇也偷偷买票来捧场了 众所周知 刘德华跟梁永奇合作过很多的电影 当华仔演唱两人共同合作的电影 烈火战车的主题曲 情深的一句时 台下的梁永奇默默流下了眼泪 这一刻仿佛他们都回到了过去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刘德华是梁永奇的偶像 之前在央视《我要上春晚》中 他就告诉主持人 自己从小的偶像就是刘德华 这次看华仔的演唱会 梁永奇也是化身迷媚 一边听一边喊 一边用手拍心口 喊完又笑 眼湿湿地自嘲自己像个傻婆 不得不说 刘德华的影响力大 他是名副其实的偶像中的偶像 如今57岁的华仔 已经名利双收 本该到了退休的年纪 为了粉丝 为了观众 撑着身体 为大家开巡回演唱会 其奋斗及努力的精神 实乃我辈之楷模 学习的榜样 那些说刘德华不够钱花的喷子 请你们不要胡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 华仔开演唱会 就是为了回馈粉丝 并没有别的目的 对于他现在的吸睛能力 随便一个综艺节目 就可以赚回演唱会的钱 当然除了事业方面 刘德华为人处事 也一直是许多人的学习榜样 在娱乐圈里 很多大腕都欠刘德华一个人情 因为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 都是刘德华出手相助 张卫健当年面临破产 刘德华二话不说 直接给支票 这件事让张卫健一直铭记于心 每次提到刘德华 他都是各种感谢 当然了 除了张卫健 还有林家栋 肥猫 郑泽氏等人 这样的事情 胖妞觉得 自己数不完